太帅了 哎呀 老板像西部牛仔 生烫果然就是这烫 有点像翘脚牛肉的这儿 杨妹生烫牛杂馆 这武汉的生烫 这馆挺多的啊 这是卤味吗这 海带萝卜汤 来看一看 这个可以 还让我跟着他来 那走走走 这有秘密基地是吧 耶 哎呦 哎呀这个地方好 安排安排 你们这环境太好了 就是在这儿烫呢 这是黄猴嘛 有点像翘脚牛肉的感觉 腰子 牛肉 辣不辣 我辣一点 再来一勺灵魂的这个汤 今天这一顿太美了 得吃小麦 今儿个得吃 敬各位一下 碰一下 透心凉呀 爽 先从口味淡的吃 腰子最后吃 这是武汉特色 生烫 这太下酒了 坐这儿喝酒简直太爽了 量一般 不是很大 三十多块钱一碗的 这跟乐山那个翘脚牛肉 还有点像是吧 但说实话量没那个 价格费 那15 有了好重的胡椒味 还有这个蒜香 不敢这么吃 慢慢吃 味重的很 这个酒还不错 烫得很嫩 我在旁边看着 也就是个十秒钟吧 三十多块钱不便宜 黄猴 你知道黄猴是啥东西呢 到不 专业不愧是美食团队的人 它这个味特别重 这是重油 重码 重蒜 辣到不辣 好吃 哇 这沙子太贵了 这黄猴是牛的动脉鲜花 黄猴很脆 这个更偏蒜香味 对 它这个蒜香味特别 对 那我喜欢这个 他妈妈王金味重 你这重口味你知道吗 腰子量还可以 腰子最好吃的 嫩 过瘾 过瘾 吃完睡不着吃 再先吃烤腰子 一串就那么一点 这能穿多少串 你穿多少串 腰子 你看看 腰子这么骚 你是咋吃下去 腰子就吃这个 骚气味 知道吧 就跟肥肠吃的 原始的味道是一样的 不懂 小姑娘啥子不懂 咱下次能不能 换一点环境 提高一点点的档色 你看你后面的大家 太放飞自我了 这是最好的环境 这是我最喜欢的环境 吃着小风 吃着美食喝着美酒 现在大伙都是最真实的状态 是把释放自己 你做到过 屋子里边不难受吗 你没到我这年龄 到我这年龄自然懂了 这就叫 人间间火气 最烦人心 太帅了 哎呀 你这店开多少年了 20年 20年 老板像西部牛仔 有个性的老板 做出有个性的 你看我 这是桌面看到没有 整个外围 全部都满的 太厉害了 把我的所有家桌子看到没有 有什么主食没有 面啥子 有啊 有它面 来个饺子 炒扒皮鱼 这是他们家特色 我在网上人家给推荐的 在我们那儿这叫马面鱼 特别小我就吃这东西 他家这是酸甜口 糖醋吧 其实也不是糖醋 它这咸味更出头一点 果然不出所料 又是无关熟悉的吃盒子 你给咱试试这煎饺大样 烫烫烫 哎呀 慢慢吃 饺子好吃 饺子最后一个 我每次都是这感觉 就是吃一堆菜 最后都不如那一碗面 或者一碗饺子好吃 每次都后悔点多 嗯 烫 果然是饺子旧旧越吃越有 小菜肉末 饺子没啥讲的 很一般很不通 它生的还行 饺子不行 在这吃的其实就是环境 那是饺子 伴随感 有点 吃的 咸味 好 那是 吃的 吃的